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湾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汤老师 台股又持续的一个登高 一步之遥 今天收在17946点 12月23号 最高的时候 涨到17960点 差40点 本节风而已就过 就要站上18000 18000站上去之后 就是18034 要挑战台北股市 历史的新高 其实你看汤老师一路的解盘 你要的就是结论 其实你大概也知道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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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断跟你讲 后面一直从 我跟你讲外资卖压的结束 结束完毕之后 就是洗完盘 假设它是一档股票 很清楚显而易见 它就是登高 我讲过在这之前 拉回来到这里 我就跟你讲 它要拉回来洗盘 因为前一波高点 它一定要势必要拉回 震荡整理 官钱整理 御语还修 那个叫做洗盘 洗完盘之后我也跟你讲过 我跟你谈 这一波的拉回很漂亮 它就说外资要修长价 之前的卖压 外资要卖股票 很恐怖 结果你看一下 只拉回这样子而已 回补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对不对 17678 乖乖的我讲过它就回来了 汤老师你叫它回它就回了 很奇怪 回完之后我就跟你讲过 原月行情正式的展开 因为台北股市未完成的功课 它已经交出来了 那维花堡的有没有用 技术分析这样法还是有用 我们是实战的节目 这个缺口回补完毕之后 你看一下它乖乖的回来 回来之后我就跟你讲过 原月行情 原月行情 原月行情它就是资金行情 一年资季在于春 一日资季在于成 一年之内12个月 最好赚的就是资金最充沛的 就是一月份 所谓的原月行情 原月行情就是资金行情 资金最宽松 所有上市会公司老板 每年的1月1号开始 原月份都会出来吹牛 出来抢钱 因为中国人的农历年 你是上市会公司老板 我跟你讲 今年我们公司股票 这个业绩 EPS200块 随便他喊 当然现在不能这么夸张 以前都有猜测 有一个叫做绿叉的 绿叉你知道吗 叉能的 已经下台鞠躬了 他吹牛就吹得很严重 我跟你讲今年要19块 我还记得吹牛吹很大 然后后来上去之后 股价炒了200多块 然后突然间就下市了 下市就说他业绩不见了 跟诈骗集团一样 你看老板可以这样玩的 插同集团的 你看可以这样玩的 跟诈骗集团一样 你不能说财测不准 他只要跳出来一句 不好意思财测不准 不准也不能不准到下市 你会发现 股票是会下市的 不能乱选股票 唐伯虎点秋香 你要点到你的秋香 秋香你要小心 所以回到个股表现盤 你要选对你的股票 而且重压大买 才抢得到红包 那个叫做专业 那个叫做功利 那个叫做经验 回过头还继续讲台股 我讲过的资金行情就是 一年之际里面最好赚的 回过头还台北股 是未完成的功课 他交完之后 交出去之后 他正式展开资金行情 我也没有资资乌乌 果不起来就一路 一路 一路 所以老师 量没有增加 外资休假 量就是这样子 2000多亿 你看 2500 2500 2700 今天2700 因为外资休假了 今天如果外资没有休假 大概就3000出头 回过头还你会发现 老师 你讲都在 都是按照你的规划 马路铺 铁路铺好了之后 他就乖乖的一直走 一直走 这一类台北股市的多头火车 其实你不用我解盘了 你大概也知道 台北股市18000 34点 历史高点 应该轻轻松松 噴一下风而已 就过了 也就是说他只是囊中物 那重点来了 即便是大盤解得这么精辟 那又如何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你有没有 你看我每次讲完之后 各股表现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唐伯虎点秋香 你要点对你的秋香 告诉自己我很有把握 该来来回回就来来回回 该波段大涨 就波段死报活报 如何调兵前将 如何紧张中求胜 如何谈教肩佣兵 说我唐淳奎 我每天在做的工作 你有没有规划 没有 就是101套 买 买 有赚赶快跑 小赚 那套牢呢 套牢就不理他 等解套 赏务的操作都是如何 就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市场 你会发现你越走越泥腻 捉筋见走 越走越不出去 那回过头 我要跟你讲资金池的概念 你的500万今年 今年 如果你看还是要回到台课 不是来谈 今年是大多头年 如果你资金500万变300 你还没有检讨 不资回改 赏务回头金不换 那我再讲一遍 1月26号台北股市要封关 面对这种行情 18034 18,034点 他已经轻轻松松 囊中路要过了 就算过了之后又如何 如果你的1500万 还是变300万 你不急吗 你的年夜饭该怎么吃 封关完毕之后过几天就 就要吃年夜饭了 吃不肉 睡不去 放不出 那你应该怎么做 华力转身 换股 你说换不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老师那有套牢半年了 那个股票有感情的 那还是那句老话 你跟股票谈感情的 罪过方知久浓 爱过方知情深 不换 你看我讲了很多股票 就希望你深深换 深深吏喃 希望你闻乡下 换股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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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再怎么样 你看最近很多人讲这档股票 从我三不五十都跟你讲 我们在盘中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来来回做一下 该破断的就破断 一路包上去 我们都会做规划 面对这种股票 它跟大盘什么关系 从我汤老师三月份 上东升以来一直到现在 那时候三十块 三十块 今天 今天就差一点点亮点了 今天已经来到七十八块 三十万变七十八万 三百万 七百八十万 三千万 七千八百万 它到底一路一路过关展 就能做成当中 史诗级的大涨 已经涨了将近快 两倍多快三倍 它跟大盘什么关系 这是我要讲的重点 你要看一个头顾老师的功力 汤老师最近的外号 为什么叫聚想汤 最近有很多分析师开始介绍 蛇头 土连花 土卡 电脑打的 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美美拉回的时候很奇怪 美美拉回的时候都没有人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美美在左下角的时候都没有人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一波你看左下角谁会跟你谈 四十六块 没收你半毛钱 我有没有叫你闻箱下 一直到现在每个都在谈 现在每个都在谈 不谈也不行 因为它当红炸子机 它是不是当红炸子机 是不是 回首来时消色录 这个点 唐老师对你好不好 是不是左下角 这是右上角 我跟你讲说七十八抠 是不是左下角 一路过关转将四十五破竹投尾也不回住 如若无人之际持续挑战第七引力 今天喷出去了 现在每个分析师 不分析巨详 那个不叫分析师 大家都拿Q队来摆 拿来摆 因为它当红炸子机 是不是 当初当初 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谈 没收你半毛钱 那它现在已经七十八了 他来跟你谈 他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你很清楚 谁对你最好 他好像是外号叫做巨翔汤 有没有让德虚名 什么叫做专业 什么叫做功力 什么叫做实力 我唐宿鬼说的不善 来 还是一样解盘 那之前跟你讲过 会有外资的卖压 一路卖一路卖 但是你放心 在你很担心的时候 我又把台北股市的标准答案跟你讲 我说它就是回撤支撑线 外资你知道它卖 因为它一定要休假 它一定要卖 果不其然它来到支撑线 乖乖的来回撤支撑 那我也跟你讲过 你要把握红包行情 它已经卖压结束了 卖完之后 我就跟你讲 我也没画第二条线 我就跟你讲过 它就准备要圆月行情 你要把握红包行情 圆月行情就是资金行情 就是红包行情 那果不其然开始 但是跳太高 跳太高之后 我说它会回撤17678 短线部分它会回撤 台北股市那个叫做未完成的功课 又把标准答案跟你讲 我也没支支吾吾 就跟你讲它会回撤 就是17678 果不其然它乖乖的回撤17678 乖乖的回补 回补完毕之后 那我就铺了一条铁轨 我跟你讲过 它会开始正式展开 什么资金行情 外押卖支外押结束 那你个股部分还是一样 各股表现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唐伯虎点秋香 点到你的秋香 它就跟大盘没关系 红包行情正式展开 一直到今天 濱临城下了 有没有 开始濱临城下了 那18034 18034是不是囊中物 轻轻松松你也会解盘 老师让我知道 这支撑线没破 只要补量就冲出去了 18034 囊中物 那你也老师 看我的节目我讲过 我们是实战的节目 我有没有陪你聊天 知知误误 扯东扯西 每次台北股市 未来的走势 我都是一条线跟你 一言以蔽之 那个叫做标准答案 好 回过头来 还是一样选股的问题 韓信点兵 我们持续踏雪寻美一些股票 来 广达 最近有人要开始去拜访这家公司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明天有那个很多人会去 又是一堆法人你知道 做逃模的人叫法人 要去拜访一家公司 你看 巨祥 要去拜访就喷成这个样 那你这家公司还没拜访 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也不要问我 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联电62块4 63块9 1248亿股本 很多老师讲到这里 对不对 那我汤老师跟你讲 我都是跟你讲左下角的股票 今天64块半 小赚对不对 松腾 我跟你讲 早买点 老师啊 松腾没人讲 你这一看就知道 汤老师在亚洲投顾 汤出国很坏心吗 这一看就知道右上角 右上角 有没有 买了之后会变左上角 然后叠到右下角 跟其他投顾的老师一样 都讲那个已经 右上角的股票 汤老师你怎么会让你坏心 我算股票了整块钱 叫你来救会 你怎么会帮两趟Q来 我们来介绍那种右上角的 你看 右上角 你看 马上变左上角了 有没有 准备到楼了 到楼了 看法不变 有没有 开始突破 老师啊 还要误会了 老师啊 松腾可不可以追 老师啊 我跟你讲 齐情整理 准备要走喷出段 你都跟他说 你都跟他说 你也分析书了 喷出去每个都分析师了 没有动的时候 有没有 都抢红包行情 红包行情 红包行情 为什么来找我汤春梅都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股市套客 为什么 有图 有真相 讲在前面 验证在后 没收你半毛钱 红包行情应该怎么赚 我汤春梅没收你半毛钱 我反而问你一句话 我对你够不够意思 你有没有赚到红包行情 钱到底应该怎么赚 大盘还没过新高 他已经领先大盘破新高 喷出去了 脚步跟紧要贪钱 三冬两冬 看汤老师解盘 什么股票该来来回回做 什么股票该破断 如何调兵前将 如何紧张中求胜 所有汤春梅每天在做的事情 脚步跟紧一起赚大钱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我们回来继续请汤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标谷俱乐部 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 18,034是台北股市的历史的新高 从台北股市的气势跟价格局走势来看 量价今天配合得得宜 有量有价 今天成交量有稍微放大 2751亿 18,034历史的新高 看法也是不变 应该是轻轻松松 本节风而已就过了 它只是难中物了 那指数过高又如何 如果你都没赚钱 死报活报 愿不愿意换股 我讲过你只要有企图性 你真的想赚钱 如何华力转身 跟对人 如能是人和换无才 别人不说 我三不五十每天 几乎每天都跟你讲这张股票 你看我哪一次 我有害你吗 现在全市长今天这一两天 每个都跟你讲 巨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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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拒绝投降 真的拒绝投降 他现在继续飞翔 盘前盘中盘后 哪一个现在不是跟你谈这张股票 因为他当红炸子机 昨天亮灯掌天板今天还在喷出 指数喷出去了没 指数过18034了没 没有 史诗级的战争 他当时多少钱跟你讲的 你现在看到你真的老去挪 他当时的节目叫标股俱乐部 股票如果只标一根 那个就不要看了 你也不要跟了 我跟你讲的时候多少钱 你自己看 我三月份上东森财经台的 给你看 是31块 那更早之前 我带货也是在这里买 因为我这个时候上东森的 那二十几块我就不讲当年也有 31块 今天几块 今天几块 好 导播看电脑了 78块 30块 78块 30万 78万 38万 780万 3000万 7000 880万 一路史诗级的战争 财富重分配 这不是你要的吗 那最近最近我讲过 其实你看我汤老师解盘 你看我解盘 你也看别人解盘 别人都喜欢讲那个右上角的股票 你买到之后变左上角 又变右下角 那为什么买到 现在最近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这两天很多人跟你谈俊祥 我又捏一把冷汗了 已经砸到右上角 他们卯足全力拼命带你去追 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动作 你看我从46块 一路 一路什么叫史诗级的财富重分配的胜战 死咬子不放看到没有 死咬子不放 很多投过老师也在看我的节目 我很清楚 很清楚 你看死咬子不放 汤老师挖它为什么叫巨祥汤 全市场只有我一直跟你讲 从左下角 30块我就不谈 最近40几块跟你谈了 38块放口袋再买回来 一路往下买 做股票就是这样 如何调兵前将 如何紧张中求胜 是我汤之魁每天在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越买 你会不敢买 因为他回不低 没有低档让你买 你会怕 你看他跌下跌破你敢买吗 跌破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跌破你敢买吗 你一定不敢买 你看到股票好像看到贵了 专业跟业余差别都在这边 一路买给你看 一路买给你看 你看我每天 是不是每天跟你讲 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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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拒绝投降 你千万不要投降 跟他拉回我又再买 一路买 基本持股 重压 开始喷 你要看头顾老师解盘 你要看他解大趋势的股票 有没有办法每天讲 而不是解盘 一下这个 今天太阳能 明天IC设计 今天涨爱屁股 今天涨爱屁股 今天升级 我跟你讲 升级又大涨 我很好跟着我来做 棒 有优惠 今天涨营界 我跟你讲 营界棒 今天不错 今天太阳能 太阳能涨 我跟你讲 解盘向月亮 初一 十五 每天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就是每天 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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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绝投降 你看我对你好不好 你要看头顾老师的功力 你要看他解大趋势的功力 那个才叫做专业 那今天 今天喷出去 今天爆天亮 今天大家全市场都在追捧 我唐宋伟带会员干嘛 昨天亮灯掌灵板 今天十二月二十三 十二月二十三我做什么动作 十二月二十三 九点四十六分 巨想 爆天亮 现在大陆来追对不对 急流勇退 四驾获利出清 完成整个史诗级的操作 这不是你要的吗 三十几块到现在 七十八块了 财富重分配 这不是你要的吗 但是你要这样子一路爆 他没有功力 你不要学我 你那边报那种股票 你都报错的时候你就很惨了 老师 我要财富重分配 我要大买 买了之后变这样 有沒有 栗珊 出山了 你看 昏迷指数剩下二 空头走势 报对跟报错 康伯虎点秋香 点错秋香就很惨了 所以跟对人重不重要 我把这个问题他留给你 来 还是一样继续 follow 追踪我们的股票 加入汤老师的line 小老鼠F8个8 唯一的官方的line FB标股俱乐部搜寻一下 里面有很多标股的讯息 小老鼠F8个8 搜寻一下 加入汤老师的line 好 技嘉 最近选股很难 对不对 我尽量不要盖 我们老板学佛的 小汤很多人赚不到钱 想要赚红包 帮帮他们 131 老师这哪有帮 你看他 马上买 马上套牢 有没有 老师要回来了 要套牢了 你看M头 M头 M头 技嘉 都没有变 143 突破 149 153 你要看公立嘛 我让你看 我们是公立不是私立 公立的 公立学校 看到没有 又创出了 165 短线又有缺口 他一定会来来回回的洗盘嘛 就让他去洗嘛 洗完之后 你看量收了嘛 该破断就破断了 该来来回回 我会带你来来回回 如何调兵前将 如何紧张中求胜 每天在做的事情的功课 工作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脚步跟紧 来 你会很轻松 那光照 我会跟你讲 下一波的买点是哪里 其实我有暗示你 对不对 我有暗示你 那来了就按表超客 买 第一波 第一波 将近快三根的停板 我就不谈哦 对不对 第二波你看 看法不变 有没有 一路买 做股票是这样 一路买 开始突破 转强了 今天12月23 又开始探紧了 第一波我就不讲到这里 第一波又是左下脚带你到右上脚 是不是左下脚 左下脚带你到右上脚 是不是左下脚 老师啊 这右上脚 左下脚 长出去之后就变左下脚了 现在又玩第二波了 看到没有 又玩第二波了 一档股票我可以玩两趟 还没结束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老师我知道 脚步跟紧 答对了 好 再来 很多股票我讲过了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跨出第一步 跨出第一步 一四成主顾 有差来按你 雅信 他要来送信 他还没来按您送信之前 我盖牌 我跟你讲过 你上车就对 营收会大成长 那如何大成长 那个叫做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那个叫做敲敲话 你打电话来 我会跟你讲 讲完之后你就大买500张500万 说老师我怎么敢 这个右上脚吧 飙出去之后 你看到没有 飙出去之后 快没时间 我翻快一点 飙出去之后 试试变右上脚 左下脚 老师 左下脚 左下脚 到现在 到现在我们还没出 我是获利 赚这么多 将近快四根的停板 五根停板 我还不出位 你呢 等解套 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欢迎你跟上我的脚步来 你只要有心 有企图心 什么都好谈 等一下0800的电话 预约下一支表股 我把时间交给主播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介分析的 各表加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